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回到每星期的YOLO街时间 我是Bonnie, 你的街坊主持人 过去这个星期, 大家都看到, Twitter 又上榜又上新闻 不过这次放心, 不用怕, 我不会再说Elon Musk 虽然他和另一位互联网巨傅Bill Gates 又有隔空马战, 这些吃花生就好 两个这么有地位, 这么有权重的人物 居然原来都不外于两个大孩子 吵架上来, 和小朋友吵架真的没什么分别 所以, 公元时间用来做轻松指数, 吃花生, 听笑话也挺好的 不过今天, 我就想说一些正经一点的东西 就是 Twitter 这个星期, 又被美国监管机构罚了大纳纳1.5亿美金 究竟为什么呢? 就说原来是为了补偿它的不适当行为出售用户数据的指控 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 互联网2, 大家都知道 虽然我们享受了这么多年的免费生活 各种东西都不用付钱 WhatsApp 也不用付钱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什么都习惯了 不付钱了 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By now,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们的羊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辛苦不停地在网上生产出来的数据 这些数据正正是这次 Twitter 的原因 就是原不来, 他静悄悄用保安名义 如果大家有 Twitter 申请过他的币 有时他会问你 为了保安理由 不如你把你的电话和电邮留给我们 可以在你被订阅时 我们使用这些资料 便可以帮你订阅你的币 但原来转过手 他把这些保安名义收回来的资讯 用来给他的金主 这些广告商客户 用来做针对式的用户投放广告 即 Targeted Marketing 为了什么? 为了几个$的钱字 可以增长广告业务的收入 不过不知道是否因为 他内部最近这两年 请人请得太快了 还有很多都是新来的 不知道他原来在2011年 跟美国的不同监管机构 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以及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是签过一张协议 发誓他们不会用 出自于以安全目的理由收集到的信息 正正就是这些电话号码和电邮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他罚都是抵罚的 但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这个问题 这个Data的问题 在Web Thread2 一直都不能够解决 而且问题好像越滚越大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十年 和我想可见的未来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做什么呢? 其实很可憐 我和你 都是网上的数据血汗工厂里的小职员 那什么石油 不是应该很值钱吗? 很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血汗工厂的员工 一个崩也分不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生产出来的所有数据 都是被各大互联网公司用来赚钱 但是一毫子都没有分给我们 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吵 也会听到网上很多言论 就说不行 我们将来的数据是要自己拥有的 自己拥有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买给这个广告商 说就容易 其实做就不太容易 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一个或者是它的解决方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Decentralized Identity 去中心化身份证明 说这个话题之前 我也想回覆很快的 之前一集有几位听众的留言 一个当然之前那集 我们主要是说Luna 和它整个UST的崩溃 引致市场上的担忧和啟發 其中一个听众就不问 他就说想问一声 我就在这间交易所 叫JPEX 上面 放了BTC 因为在那里有高息 沙尼息 他问我可不可靠 我说第一个答案就是 我自己,我身边的朋友 我认识的朋友 没有人用过这个交易所 我只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知道后来有听众说 不是,这个交易所在香港的虚拟圈子里 是很有名的 未必我不是很在这个交易圈子里 因为我只能跟大家说 实事求是,我自己有没有用过 我自己是没有用过 也没有听闻过这个交易所 但不管这个交易所 究竟我有没有用过 另外一个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 你问的是 海上有30厘利息 我是否会被人找笨 我觉得这件事 你就要自己考虑的风险和回报 第一,其实你说高息 有时高息未必是一个庞氏骗案 它很可能是一个市场的招来手法 例如大家记得 初初网上银行开始的时候 前两年香港是否拍了六、七个网上银行的牌照 大家都很清楚记得 每一间网上银行开波的时候 为了吸引新的存款 它们都会做一些高息的产品 当然在正常金融体制里的所谓的高息 在当时大环境的高息 可能是2厘、3厘 或者最最烫的一层是5厘 而且时间 你会看到很小的条文者 可能时间是给你14天 14天后就变回0.5厘 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市场的手法 你想享有短时间的高息 在乎你自己肯不肯出的时间 怎样出的时间 我都知道很多香港人 好像以前计算这个信卡即分 可能你会觉得值得你用这些时间 把钱搬去这个银行 这个银行享用了高息 14天后 你又会用时间把钱搬到下一个银行 再赚高息 我觉得我对这件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你自己有时间看着 自己去做 另一样 如果你觉得会不会最后骗了你的钱 我觉得其中一样 你自己也会小心 你看这个息口存款 有多少厘息 时间多长之外 另外有一件事 你也会看 它要把你笔资金锁住多久 因为你也很简单 锁得越久 你的危险度就越高 因为你不知道 万一有什么事 你会立即拿出那笔钱 当然网上银行的不同之处 因为它有牌照 在香港监管之下 它也应该按照香港所有其他银行的制度 我忘记了是否50万以下 就算它倒闭 政府也会赔给你 当然 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一定没有这些保障 很多时候 我唯一的意见 除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不熟悉 这个交易所之外 另外就是我会建议你 如果真的有担心 你就看清楚 那块钱或比特币 它是需不需要你在交易所鎖住和鎖多久 因为鎖住的时间 你就变得很被动 你就没有主动性 任何事情在那段时间发生 你都不能用得 甚至乎它不是骗你的钱 但万一在鎖住那段时间 譬如市场有大波幅的变动 或者你改变主意 你觉得也要把钱移到其他比较稳定的货币 转回美金或者转回稳定币 即是USDC或USDT 你一锁定的时间是做不到的 希望这个解答到你的问题 另外有个听众说 你那集很大堆名潮 看完之后 如果我炒不炒 不是炒来炒去的话 发快脆脆 现在有什么可以长期投资的家务货币 可能这位听众就是刚刚才听我们的节目 长期听的 大家会知道这个从来都不是金融通论 亦都不是给页盘 所以没有办法 亦都不会告诉你 你应该投资哪一种东西 我可以分享的是 这一次是我经历的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可以说是第二次熊市的来临 第一次熊市的时候,其实当时最好最大回报的动作 就是在熊市的时候做research 做research的意思我可以分享的 就是你对某一些范畴的加密货币成长觉得有兴趣 譬如这一次熊市,可能我未来几个月都会花多点精力 去看一些关于永久性储存系统的项目 例如在我们之前谈过的一个project 叫做Arwith,它周边的生态环境的一些项目 我自己是比较有兴趣的 另一个范畴我自己都会更加集中精神去做研究 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话题的 加密身份认证就是decentralized identity 因为对我自己来说,下一步你要整个区块链 真真正正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要走的就是go beyond 超越今次这个牛市的发展 今次这个牛市比上一次多了些什么呢? 就是17年前的疯狂度 全是因为一些开发者写出来的理想 所有东西都是在书中,没有东西看,没有东西用到的 这一波很明显大家都会感受到 就是终于有东西玩了 大家都可以自己学习 在去中心,金融范畴也好,其他范畴也好 真的有很多这个protocol,有很多project 可以亲手去试 把钱动来动去,把币动来动去,买买买 或者看一些NFT的图 好了,下一次如果真的要再多些人有兴趣 或者再多些人会疯狂地去投入这个市场 会是什么呢? 我相信一定要被这波大 那怎样可以被这波大呢? 其中的可能性就是 它必须与现有的互联网真真正正联合起来 将自己成为未来互联网是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那怎样不可以分割呢? 一个我自己的hypothesis 就是在看互联网现在缺少些什么 互联网现在这个互联网2.0 缺少的是我们所有做的事 都是一个communications protocol 都是一个信息交换的 protocol 主要都是信息交换方面 在互联网上做 例如所有的social media 社交互联网 比如Snap、TikTok 在互联网建立之前 是不能承行得到的 和那么远的人 和全球那么多的人一起交流 但是下一波 其实我们现在还缺少些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很明显缺少的就是 互联网本身在基础结构里面 我们除了现在communication 信息交流之外 本身那个internet 是没有功能去储存价值 和储存资讯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storage 和exchange of value 因为你将价值储存 能够储存 当然是互相交换 亦是为什么现在 这一轮 譬如你很多时候 就算web3也好 你都会看到 现在的问题就是 到某一个点 我跟你交流了 在TikTok看东西 就算去到一个网站 去到买东西 但其实一买东西 那一刻 它就开始回到offline 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 会有一堆2.5公司 例如stripe 它在背景 帮你做一些金钱交易 就是说 它最后的价值交易 需要回到 传统的金融系统 以及回到传统的鲜下 所以第一个地方 你问我长期投资 可以看什么 我并不知道是哪个 因为分钟这些还未出现 而且它会不会以币的形式 也是未知之数 但我觉得一些能够 有价值去做一些 资料搜集的地方 就是这个储存 去中心态的储存 以及去中心态的价值 互换 如何去做 另一个范畴 就是为什么 去中心态的身份证明 其实你说到底 最后 你能够整套机制做得到 就算你可以把币换来换去 查实原因 为什么换来换去 原因 我们要换东西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目的 譬如我换钱给你 是因为我想你帮我做些东西 你帮我做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找你做 这件事完全都是靠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可能在一个完全无信任情况下进行 例如我给你钱 我想请你帮我写一篇文 但我也不会完全被一个无名事写一篇文 我当然会有要求 可能我写文的要求是 我需要知道你 你履历是否做过写文 你是否帮一些值得信赖的出版商 或者报纸写一篇文 我如何查证呢 这就是去中心化身份证明 可以解决的事情 好了 我们就很顺利成章 回到我们今天想说的主题 就是去中心化身份证明 Decentralized Identity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时候说 其实这个话题 在去年一开始做 《健康的未来世界》的时候 已经是我其中一个很想说的话题 我也很记得当时有一批很早的听众 他们也留言说过 想听听你说的 关于Decentralized Identity 因为当时 未在这个市场炒得那么轻轻 即去年年中至零尾 这个去中心化金融的时候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比较受关注的题目 但当时我是很疑心地说 因为当时我自己的研究 我自己也觉得 很多发展不够成熟 而且基本上还是很在理论上 讨论 没有什么实际的项目 我看得到真的能够把整个范畴推进 或者能够把整个范畴 去具体化一些 作为一个项目去做 所以一直都放置下来 没有说到 但这几个月 我留意到 由去年的11月开始 从Square旗下 Jak Dawsey的另外一间公司 Square旗下的新部门 叫做TBD 他所发行的一张white paper 叫做TDdex 里面提到的所有 有关于去中心化身份 证明的一些 standardization 一些发展 再加上 这个月刚刚在互联网上发布 由我们很熟悉的 Ethereum 以太坊 次创人俄罗斯小字 Avitalic 联盟 另一位在Microsoft 中做 Senior Researcher 叫做Glenwell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研究员 一起发表的一份报告 叫做去中心化社会 寻找web3的灵魂 这篇论文上 我就看到 可能是时候 将这个题目和大家分享 因为未来可以看到 第一 你们可能有留意虚拟货币市场 你会发现这个代名词 在未来的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 都会越来越多人讨论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oul Bound Token 就是灵魂绑定代币 说回其实 为什么时间那么吻合 会有那么多不同的人 都在这个时候 开始又重新研点 对这个题目的兴趣 就可以追溯到两大原因 我觉得很多时候 为什么一个题目会变得火热 主要都是当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 想尽办法解决 而解决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解决 就是这个Dessentialized Identity 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这个Web 2 的世界 我们对这个Data 数据的拥有权 利用权和收益权 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一直都虽然只有讲字 但你也知道 当你所有的数据生产 由每个单独个体的人生产 越来越多的时候 而每次这些数据 在互联网2 的世界中 不可分离的 一定是存在一些大公司的Database 问题大公司有时会跟你说 你无所谓的 你如果想拿走 你可以拿走的 例如Twitter 这些公司 你真的想把你过去的数据拿走 其实你现在是可以拿一个Copy 但问题 我的目的不是只想拿回我的数据 我的目的是 如果我的数据有价值 我怎样可以成为得益的一分子 只能说我不让你用Find 是我的私人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会看到的动力是什么 动力是你也能看到 数据大把人将它形容为未来的石油 未来的石油 当然人的天性就觉得 如果我拥有一些有价值的资产 为什么我不能得到价值的一部分 而你在互联网易里面 这个就是难题 就算我给你拿回你的数据 在115的地方 他要是曾经在网上买过 三个月之内买过超过多少东西 或者他在照片里看到他有小孩 这种目标 如果你的数据在大家的电脑里面 是很难收集这些资产 因为太散收收 一定要未来互联网的底层基建 多一层 能够把这些个人的数据 在同时被个人拥有的时候 也让每个个人能够很方便 很容易地扳出所有权 给不同的人去用 而这些所有权的办法 完全是在乎于个人 不是一个公司代理 代理去答应 如果这个功能出现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个真真正正正 会推动到下一届 所有的新公司的成立 就像上一次 当我们的bandwidth 大家用的bandwidth 开始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 以视频形式 不是单以文字形式 以互动形式的一些社交媒体 才能够真正研立 你想想20年前,我们编辑不行的时候 你怎样分享一条短片呢? 你分享一条短片,第一是看不清楚 因为预线会很低 第二,每个人看的时候就滴滴滴滴 因为当时的编辑一定不够 现在我觉得遇到一个问题 你这个 Twitter 的 data selling 的问题 即是不当出售用户数的问题 其实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 除非你要去到一个地步 在互联网的基层建设 能够有这些不同的工具 令到一,你能够很容易认证 谁拥有的数据 以及去认证数据的虚偽 是不是真实的 才能够给到我们下一代 所有互联网的创建者 新一代的创建者 去用他们的智慧 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态环境的形式 创建一种再另一批新的发明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去到临界点 因为我们实际说了太久 这个 Web2 的 data 的问题 而去到一个位置 你觉得根本你所有的 GDPR 所有政府保护你私隐的一些法例 其实都是指标指导本 不能真正解决 如何能够令到你 去享用你自己生产的 数据的权益和价值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源自于 不是 Web2 了 第二个问题是 反而源自于 这个 Crypto 世界 经历了上一波 过去这一年半的 疯狂地围绕着 去中心化金融 所有的 project 在这个生产环境中 生产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虽然你现在的 Web3 可以说是围绕着金融 来如何试 如何做各种不同 转移资产的方式 但是问题是 去到底做不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做不到的一点是 如何将我们社会的信任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都变得晴晰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举个例子 最近 互联网去中心化金融 所有的大新闻 围绕着什么 就是围绕着不同的行目 被不同的黑客 有些是黑了 有些其实不是黑了 是被盗用了 很多时候出着的原因 就是 之前大家都在 有很多的年轻 都会主张 我们很喜欢 这个去中心化金融 因为它可以 完全在匿名情况下 做交易 但问题 这个匿名 正正会引来 非常多的犯罪分子 是希望利用这些 软件的流动 或者黑客的不同的工具 或者能力 去盗取不同的这些 去中心化金融的资产 你可以这样说 或者有些人会反驳 不是 Bony 不是说 一群年轻 在这个 去中心化世界中 常常主张 去中心化好 去中心化 因为我们 连做一个项目 都可以 以匿名身分 去做一个项目 因为 因为 其实不是在于我是谁 在于我的能力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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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其实这是一种 错误的观念 为什么我说错误的观念 就算你问在互联网之中 最忠心的一些开发者 甚至乎以太坊的开发者 就是Ithereum Vitalik 他自己本身 你都会看到 大家主张他说 不是想一个完全没有身份的社会 而是只不过你身份证明 或者你身份的一些特征 不再是我们以前 传统上 单单觉得身份的特征 就是以前传统上 可能是一个名字 你的名字 你的人名 但是 将来 或者是一个银包的地址 作为一个 一条独一无二的锁匙 去证明一系列的身份特征 而令到对方有信任 跟你做生意也好 跟你交换物件也好 而不是说 在整个世界 每个人可以随时放弃自己身份 没有任何信任可言的一个世界 这个和区块链的初衷 是背道而馳的 不是区块链想做的事情 反而web3中 所谓的社会身份系统 一个新的身份系统证明 是指我们如何通过 鼓励人 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 就是说 不再是单单你的名字 你的住址 或者你的出生日期 是你的身份的一部分 而你会更加有责任地做 所有你要做的事情 是因为除了这些死固固的特征之外 例如我的眼睛是黑色的 我的头发是黑色之外 你身份证明 其他的一些元素 是会变成你的行为 就是说 我在互联网上 有没有骗过人 或者我是否很定时 在互联网付款 或者我在互联网上 是否经常买很多东西 其实我的责任力是有多少 而种种种种种 都可以成为 你这个去中心化身份证明的一部分 而在web3的情况 为什么出现了问题 大家都看到 过去是 大家都证明了 在这个去中心化系统 在这个区块链里面 没错 我们可以将很多金融体系内 非常复杂的交易系统 搬上去这个区块链上 而且能够保持到 区块链的开放式生态系统 与这个traditional finance 这个传统金融是非常不同的 这个目的已经达成了 但问题就是 在我眼里这个像什么呢 这个像就是 我整套系统训练好了 我们以前做这些software project 做好了testing 做好了low balancing 做好了这个workflow 知道了它可以承受到 现在所需要的 譬如要做多少个transaction per second 它能够容纳多少个交易 这些已经ready了 证明了去中心化是做得到的 blockchain是做得到的 因为你会看到 在去中心化金融内 各种各类奇奇怪怪的 互联网传统金融的产品 都在上面出现过 有衍生工具的产品 derivatives 有futures 有sport 有capital debt 有lending 有borrowing 很多东西都出过了 但最终 为何你会到最后觉得 现在都未够有用 没有人会真正长期再用 它在训练的时候很好玩 你会有很多高色的产品吸引你去用 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这种用法只是我正在训练的系统 但最后 有没有人真正需要用这些系统呢 不是为了只说我在这里 又借贷款 自己做个循环 我就可以赚到很多利息 因为很多时候很奇怪 有些defi的项目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游戏的系统 就是我借钱 其实它也有利息给我 我贷款给它 它也有利息给我 我全钱也有利息给我 我在它借钱 其实它也给回钱我 所以那些人怎么做呢 就是循环 我放了10元,我借了7元 我那7元又放回你 我又再借5元 循环 基本上就是自己杠杆上去 希望收两边的钱 但这些大家都看到 最终是没有目的 我只可以说 暂时来说 我能够接受到这种做法 是因为我觉得 你是在训练的系统 但是训练完之后 最主要的问题就出现了 在web3所谓做了的defi系统 去中心化金融系统 训练完 套系统准备好了 问题是 大家为什么会去用它呢? 这个去到问题的根源就是 你再看回人类的世界 我们最初的时候 金融系统的形成是什么原因呢? 你最早想一下 你股票市场也好 最终有公司制度也好 其实都是因为人和人之间需要有关系建立 而且因为我们对大家互相有需求 比如你以前说 为什么有公司有限制度的公司出现 就是当时航海 因为你发现了 有很多人知道 他想去赚新世界 New World 里面的一些钱 他觉得之前有人去了 比如欧洲人说 之前有人去了 发现了南美洲里面有很多金 很多矿物 如果我可以有船去那里 那就好了 我去到我就懂得 怎样去挖矿 怎样去赚那些 拿一些金 在我自己的本土西班牙 买出去 我就赚了钱 但问题是他又说 但是我又没有钱 我没有过不买船的资金 我应该找谁呢? 因为我有一个需求 想去南美洲挖矿 所以我就会在自己的市场上 找人借钱给我 好了 可能阿Bonnie就来找你了 我就说 喂,我有份提案 我打算做XYZ 有架船 我就会去到那里 但是我本身自己的技术 我就是懂得如何探索矿物 如何去找 如何运回来 我会立即搞这些 我只不过是拿资金 好了 你就要考虑 咦,阿Bonnie想要我的钱 我会要些什么呢? 我会觉得他答应我 那些金运回来之后 就会把金卖出去的一部分 再加上利润有多少 再加上利润有多少 我就说 我投不投资到Bonnie 好了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但是 我怎知道我投不投资Bonnie 你就一定不会投资一个 你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生上 所以去到那个位置 你就会觉得 最终你决不决定 给不给那笔钱我 就是建立于 你对我这个人的关系 你和我的关系 有什么关系 你对我的关系 有什么信任程度 而信任程度 往往就是要建立于什么呢? 就很简单 就是建立于你对我 有认识有多少 和那些认识可不可靠 这个就是这一波 整堆人 整旁人 在不同的链上 建立了试了这么多 去中心化金融的产品之后 得到最后 有个结论就是 如果你真正要 将整个生态环境 推上真正有利用价值的功能上 你必须要再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能够将这个人 和人的关系 程式化 将它能够放在 这个开放式的分布式系统上 之后你才能够 融纳了整条链的一些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我做供应链 我真的要问一间小公司借钱 问一间小银行借钱 或者问个人借钱 或者我想投资 我想决定 我是否可以直接借钱 给一间我三色七的公司 因为可能公司在曼加拉 但是有没有办法 我和他的关系 我能够在互联网 在一个新的 去中心化的 互联网底层建设上 建立到这个信任的关系 这个就是关键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遇到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解决 就是互联网2 因为这些所生产出来的价值数据 应该属于个人 但是现在的价值分布 就全部都在公司上的个人 反而生产者 我们这些数据血汗工厂的生产商 一个崩也拿不到 如何解决呢? 第二就是说 分布式的世界中 去到一个位置就是 互换学交流 这个金融化系统 不同的金融产品 可不可以搬上去中心化的平台上 已经证明了是可以 而且它现在的某一些基础链的 现有设施 它也能支持到 我们的金融世界所需求的 数据运送量、储存量、住处 去到一个点就是 如何将这个人际关系的 分布式世界中 好了 两大问题之下 当然有问题 人当然要找答案 答案 当然不同的人 会想出不同系统的答案 我今天想和大家 两个我觉得最主要解决方式的答案 都研究一下 其实最简单的 你可以想的想法 就是 你解决方式第一 如何解决呢 就是这个解决方式 就不是现在出现的 其实早在 即早到九十年代 都已经有人在网上提出这件事 就是说 如何有一个 decentralized identity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 其实你陆陆续续 今天我们去到一个临界点 就是这个数据的拥有性 和价值的收割 就已经讨论了太久 大家都觉得 已经去到一个点 是真的要做些事 但是做些事之前 其实一直有建立的 一直有建立的 例如举个例子说 大家有没有印象 大概我猜是六 有没有六七年 可能也有六七年前 健康数据 成为了一个很大很严本的话题 因为当时突然间 就多了很多 譬如说 你可以自己测DNA 大家就会讨论 你DNA 里面所有很多资料 万一被保险商知道了 他们如果能够知道 原来你有DNA 有marker 是说你有很大危机 会有乙癌的 或者不同癌症的 它会不会不保你 因为这样 你DNA 那些数据 就要很小心保存 就算你自己得个八卦字 走去那些 21&me 23&me 或者不同 譬如香港的Panetics 走去做DNA测试 那些资料 应该放在哪里呢 当时两大互联网机构 Microsoft 和Google 都建立过一堂 叫做Health Vault 就是健康数据中心 他们两边都是主打 就是说这些数据 你放在我身上 不过擁有权是你的 你放心 我们是绝对不会洩漏出去 除非有你的同意 但你也知道 因为 就算当时的Google 还叫着口号 Don't be evil 都骗不到人 最后两家刀 最后都是倒闭的 因为始终 这个数据的拥有权 因为健康数据 那么敏感 大家都觉得 就算你说 甚至你有自己 有很大的 reputation 你是Microsoft 你是Google 但最终 我都未必相信 你会做到你所说的 所以 最自然的一个想法 一路演变下来的 过去20年的想法 陆陆续续有很多人讨论 甚至乎现在W3C 都正式参与了 这个standard的建立 W3C是哪个呢? W3C代表全球资讯网协会 他们现在很主力地推动 decentralized identity 短称 大家在网上也看到 DID的建设 其实DID 简单来说 整个系统是怎样做的呢? 很简单 有几个名词是要知道的 DID代表 decentralized identifier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标签符号 通常你想想 就像你的身份证 其实全世界的每个人 都会有一个DID 是全球唯一 是独一无二 能够认证到是你 很多时候现在最简单的想法 例子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 加密钱包的地址 亦可能是DID的其中一种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 没有人会有两个同样的钱包的public key 另外一个需要知道的名称 就是verifiable credentials 可验证的凭证 就是怎样能够有人可以发行一些 例如说 我要ID里面 我的ID 例如我Bonnie的ID DID是1234 1234里面 会贴着一些不同的credentials的凭证 有一些凭证可能是我的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之外 就是其中一种凭证 但那种凭证 出生日期的凭证 必须能够在网上验证得到 而不需要再接触第三方 就是我今天给你这个权力在网上 验证我这个身份出生日期 你就可以直接在网上 利用这个Cryptography 也好 利用其他的方式 也好 就不需要再接触第三方 或者不需要通过第三方 去验证我这个身份日期 当然 你有凭证 当然有这个发行凭证的人 这些发行凭证的人 就是譬如说 谁是初初出来说我是1月1日出生的 那这些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政府机构 可能是非牟利机构 可能是公司 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我们所谓的verifier 就是这个验证者 譬如我给你一个权力 你就可以去验证 我这个出生日期 究竟是真还是假 你说 说名词 其实说你也浪费 因为我很明白 我自己也是这样 你说了一大堆名词给我听 我过了三分钟 其实就不记得了 最好都是用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如何为之 如何是一个将来 我觉得能够用到的认证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说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可能就是我身份其中一种的评论 一种的评论 就是说 除了我叫做1234之外 我给你公司叫1234 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1234 就是我了 我是什么 1234可能只代表 它是一个人 不是一只狗 不是一个动物 你不知道 可能未来我们的宠物 都会有一个身份认证 谁知道 好,就当这个1234 这个就是我的DID 就是我这个人唯一 一个独一无二的符号 我这个符号会有什么特征呢 就是所谓的凭证就是credential 特征当然 我们笼统可能你想的特征 是眼耳口鼻 我眼是什么颜色 我头发是什么颜色 但另一种 也是 例如说 再简单 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想我的出生日期 因为大家知道出生日期 就会等于计算到我们的年龄 年龄很多时候 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场景里面 都会有用到的 谁能够作为这个年龄的发行人 谁能够最早验证 就说Bonnie是2022年1月1日出生的 这个credential 就会由一个可信赖的发行人 因为说真的人和人的世界 是不能没有信赖的 一定会有些机构 我们是比较顺利的 你用现在的场景来说 最有可能的就是 可能是政府机构 又或者出你那个 车牌的人 这些都是政府的机构 会怎么做呢 就是说未来的社会 我未必是要拿着一张车牌 或者拿着我香港身份证 我可能反而是在这个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上面 我有一个DID叫1234 DID里面会扑着一个彭证 就是说出生日期 2022年1月1日 这个彭证是由谁签出来的呢 它可能会有一个公开的铰匙 这个铰匙的铰匙 就是由大家在网上 一查就知道这个问题 譬如是香港政府牌照报 接着就会有这个 身份的出生日期 但你要记住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在研究的 去中心化的标签符号 就是DID 这个身份证明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必需要是什么呢 就不像现在的公开的区块链 你一写的资料上去 就个人都能看到 就不可以的 你都知道 不可能的 那难道我把所有私隐 都放上去 所以一定要在技术上 做到有加密安全性 即是虑陆际上保障 一种必须有私隐 一定要尊重私隐 有一个 privacy 还有最重要的第三件事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 就不需要再打去政府牌照报 去验 Bonnie 是否这天出生 她是直接能够在网上 用电脑机器 去验证到 你这个标签的真与疑 说回来 可能就是 未来的 我们的简单例子 我的出生日期 就是我其中的一个标签 即其中的一个credential 这个凭证 这个凭证 大家在网上 如果我给你的right 去verify 即是说 我先找了发行人 譬如政府的牌照报 帮我吸了个人 即网上吸了一个cryptographic key 就说证明这个人 是1月1日出生的 好了 但是你和任何人 在我同意之前 不是随便看得到 我是1月1日出生的 甚至乎就算我给你权力去看 你都未必是直接看出生日期 好像什么场景 譬如大家都试过 读书时候 去club 去酒吧 香港他就会问你 你是不是过18岁 外国、美国就会问你 你是不是过11岁 现在所谓的问是什么 大家都清楚 就是 喂,大佬,小佬 拿一张身份证来看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 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想过 尤其是美国 身份证 那张车牌 还有地址 你经常在那些酒吧 外面的帮手 问你 这些人又不知是谁 但是他又看了你 出生日子 你的地址在哪 我就觉得 其实你想知道 我够不够称 为什么我要给你个地址 香港的例子就是 其实你知道我够不够称 为什么你会看我的身份证 因为身份证上面 又不是我的身份证号码 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 譬如说 去一些银行机构 需要的资料 身份证号码 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私人资料 你就问到了 其实未来 我就不觉得 我需要给你整张身份证 其实未来可能就是 锁一锁我电话 你的酒吧门口有部机 我锁一锁的意思就是 其实他在乎的 只不过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 Are you over age Over 21 or over 18 而我需要 去Approve 给你去做的凭证 去的verification 只不过是 over 还是under 那个税数 其他的东西 你一概是无权知道的 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 希望推动了 那个网上的 这个去中心化身份证明 就是说 其实相对来说 你很简单 从这个例子就看到 他会对你自己的私隐 是保障得更好的 而另一方面 为什么你觉得 这件事是会有用呢 另外一个 就是除了保障你的私隐之外 另外一种就是 他省你很多时间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现在很烦 你开另一个例子 例如开银行户口 你也知道 每一次 现在因为KYC 因为很怕洗黑钱 你去开10个户口 基本上每间银行 会逼你 从头做过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verification 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我开5个户口 要浪费我5倍时间 大家都知道 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 这个asset 是资产 没有了时间 因为无端端 没有了4个小时时间 其实我做的事 都是重复我头一小时做的事 为什么不可以做的 就是说 如果银行是其中一个发行人 可以发行不同的凭证 第一间银行做的时候 而且对银行也是有利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汇丰和你做凭证的时候 他用了整个小时 帮你人手对过打电话 对过你的住址 以入息证明你的受雇者所有资料之后 其实每一个资料都可以作为一个评定 一个评定 你可以想像 譬如汇丰这么辛苦做了 其实他也要浪费钱 浪费资源 浪费人力资源 去做这件事 但其实他除了因为免费和你做 因为希望吸引你的存款之外 其他其实他是不收你钱的 他如何聘用 甚至利用 将这件事变成赚钱的工具 就是 若汇丰作为一个发行人 他能够在你去中心化的身份证上 加上不同的评证 就说 我很辛苦地用了整个小时 查过了 我现在会出一个评证 就是证明 Bonnie过去三个月是住在这个地址 然后Bonnie 其实他是受雇于XYG公司的 例如2022年5月31日 另外我有查评 Bonnie其实他的身金是这么多 因为我已经打过电话去 还有Bonnie打毕业在这间大学 这些所有东西 每一个都是一个凭证 他就可以吸引 基本上你想法就是 他在网上帮你吸引 但就储存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上 主权人是你 就是说这些资料 全部是有加密保证 有私隐保证 不到你想发权出去 被人查证的时候 人家是查不到的 但当你去到银行B的时候 银行B就会说 我可以给你两个选择 你可以多浪一个小时 和我重新对过这些东西 或者如果你有另一间香港银行银行 发出的这些评证 这些评证 我便不用再查你了 你就可以传给我看 即是你授权给我 查评这些评证 我便可以即时帮你开户口 你想想 第一,省了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第一件事就是 那个小时的时间 对你来说值多少钱呢 对我来说 我可能愿意给匯丰一笔资金 即是一笔这些叫验证费 因为我觉得我给他钱 如果他帮我 在我的去中心化网上 issue 了这些验证之后 我未来的一年 可能省了我不止一个小时 可能省了几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 去再做这些 希望从这些案例之中 大家可以容易明白 为什么要推动 或者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玩家 现在在网上 都希望推动这一样 DID的制式 就是去中心化的身份证 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一起推动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有个设计 例如说 我出了一些验证 你也知道 如果你有做IT 就知道 你一定有个文件 你的资料 不可以乱禁你 不可以在free form 隨便任你怎么写 譬如说 一边那个 匯豐出了身份评证 出生日期 就是年月日的 另外那个 用中文写的 就是说 出生日期 于某某年某某日 但问题是 你做verify 去验证的人就很烦 我怎么可以standardize 系统化去验证呢 你出的模式各个都不同 你一定要有个standard 一定要有个统一制度 才能够大家都 每个都可以用同一个制度 就像以前互联网的很多制度 HTPS TCP IP 都要大家不同机构一起同意 为了大家的利益来说 做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template 和standard 才能够达到目的 其实现在的decentralized identity 也正正在走这条路 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再看多些 关于decentralized identity的发展 我就会推介 看看Square 旗下 TBD 这间公司 TBD 你以为是to be determined 但她的公司名字真的叫做TBD 我会在下面连出一个网址 就是你去网址 你会找到她有一张white paper 是写关于TD-DEX 不要管她的名字叫TD-DEX 但里面包含了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基础元素 这个decentralized identity 是怎样去建立的 当然 当有问题的时候 解决方式永远都不会只有一个 因为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 会伸延至到不同的解答案 刚才说的DID 是贯彻了过去十多二十年 在互联网上 不停地有人研究这个identity 其实最初都是以这个 我们最基础原始 就是我们对身份证明的一些形式 慢慢一步一步研究了 如何将它推到一个 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 如何将那个拥有权 给到我们个人 以及如何令到我们个人 有一个自由度 去利用这些去中心化 而我们拥有的一些credentials 我们自己身份的证明 产生金钱利益也好 产生时间上的方便也好 另一个方向的解决方式 就有些不同了 就是最近这张 Vitalik和Glenwell 发表的论文 叫做去中心化社会 这个寻找web3的灵魂 我觉得挺有趣的 这些新式的写法 我一听到灵魂 我出去说 蛤?不是吧? 难道Vitalik也变成了 Tera的刀宽 变成了这个 邪教的主义者 搞信仰概念 因为你英文也写着 Decentralized society Finding Web3's soul 我想死了 这些是什么 什么 spiritual的东西 是不是很邪教 原来不是 原来的名字 为什么这么奇怪 叫做灵魂绑定 这个 soul 班 用这个字语 就要追溯回去 始终这个小朋友 都是很年轻的 而且大家都以自己的经历 来发展自己的兴趣 之前那集 讲Vitalik的专集里面 我也提过 为什么他初初 会搞以太坊这个概念 源头都是因为他玩 网上游戏 Wall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的一个经历 而这次他会写这张文章 叫做 寻找Web3的灵魂 原来也是因为 他在玩魔兽世界的一种经历 这个字 原来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不是打机 查回这个 soul 班 灵魂绑定 我想起头多 但我一看到灵魂绑定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想看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的想法就是 灵魂绑定 你是不是跟我说很禅的东西 我最怕听这些很禅的宗教东西 因为始终不是那么有兴趣 当然 因为是Vitalik寫的 而且我也看到我推特 也爆了很多人在我提这个字 所以我也会好奇去看一看 我都觉得好奇去看一看 因为原来整个东西 跟我的想法不同 虽然名字很禅 叫灵魂绑定 不过名字的出处 原来是因为 在World of Warcraft 这个游戏里面 原来有一种东西 有一种物品 你知道他们打机 都会说很多 你赢武器 赢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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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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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用同一个概念去解释 以虚拟货币世界 Vitalik和Neil White Glenn 如何去解决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 就是没有身份证明的架构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中 而他们想的解决方法 就跟之前Web3C出发点的想法 或者Square这些大企业 出发点的想法有点不同 他们就跳过很多东西,他们就说 咦,其实我们搞了这么多币 有非同质化,有同质化 非同质化之前流行得这么厉害的所谓NFT 他们就想了,一想就说 其实这个所谓的灵魂绑定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的identity,其实是脱不脱的东西 其实跟一个NFT的架构有点似 唯一不同之处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灵魂绑定的NFT 能够将它不可以转让 因为现在NFT,大家都知道 很兴起,大家卖来卖去 赚钱你卖给我,我卖给他 艺术家可以做些,然后赚钱卖给人 其实NFT这个制度 这个standard 这张contract的token standard ERC721 或者ERC最新的154 其实都可以用来实行灵魂绑定物品的概念 就是identity的概念 只要我们将这种新的NFT 成为创立一个新的机制 就是不能转让的 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Soul Bound Token 大家有时候会看到 简寫SBT的原因 不是说 它现在是一个token 你可以买叫SBT 只不过他们在想 在NFT之外 更有更多一种NFT的standard 叫Soul Bound Token 这种Soul Bound Token 大部分的characteristics 像NFT 不过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不能够交易 即它一贴到你的ID 或者你的wallet 你的银包地址之后 就不可以转换给人 其实它的想法 跟之前有些大同小异 我觉得只不过在名称上面 如何实行方便 它或是会有它的好处 因为NFT已经有非常多的 程式开发者 是很熟悉的事情 如何玩法 其实简单来说 它跟之前我们讲的 这个去中心化的身份证明 相同之注就是 第一 所有的证明 你都需要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认证符 例如你是地址也好 你是 number 也好 什么也好 同样 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 当然最自然的 独一无二的 number 去认证为你 这个identification 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 银包地址 即是银包的public key 我们所谓 跟着 我们之前说的 所有这些 凭证 这些credentials 是什么呢 credentials 就会在这个vitalic的世界 这个 倫敏的世界 soul bound token的世界 就是一个soul bound token 就是每一个这些 凭证都会演变成 产生为一个soul bound token 那这个soul bound token 一贴到你的银包 就不能换 用回我们之前的例子 其实不难明白 不要害怕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会眼花烈乱 因为一看 好像我那样 最近这个礼拜 再更新一些 identical research 一开球 我都会有点头昂眼 为什么多了这么多名称 但其实你撇开所有的名字 我不管它叫soul bound token 也好 你叫credential 也好 简单的想法就是 第一 一定有个地址 或者当你的身份证号码 新款身份证号码 很可能是这些 由0X什么什么开始的一位地址 就是你的 一个数字会沾住什么呢 就会沾住一些所谓的 即所谓你的特征 你的特征可能是你的出生日期 你的出生日期一沾住在你那里 就不会失去 因为你不能换 不会变成出生日期 是不可能的 生理上是无可能改变的 这个身份证明 在Fitalik的世界 在他的论文世界之中 会演变成soulbound token 可能汇丰银行会出一个soulbound token给你 写着是由汇丰issue的 换给你的原地址 original address是汇丰的地址 汇丰的银包地址 不是汇丰的实际地址 不是什么中环什么什么 王后大岛一号 就是汇丰的银包地址 证明了他出了soulbound token给你 这个soulbound token里面的资料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出生日期 是XYZ 这个token就不能移动了 接着可能你又会有一个 是你的注资证明的soulbound token 但在他不能够transfer之外 有一件事就是 汇丰作为一个发行者 他是可以revote 可以收回你的token 意思是什么呢 譬如有一些例子 好像是地址证明 譬如一般来说 我们出去都知道 在市面上都是说 如果你要出地址证明 大家都要你出最近三个月 证明你在那个地方 你就会想到 可能汇丰这个月 当他帮我开户口的时候 他查了我的地址 他可能给我一个soulbound token 那个soulbound token 里面的资料 就是有我的地址资料 但可能有个日期在 那日期是怎么用呢 可能在三个月之后 因为汇丰是五月份 帮我验这个日期 可能在八月份 他就会自动收回 这个soulbound token 因为他说 基本上所有的 所谓的present address 现有地址 有下期只有三个月 你三个月之后 再要有人问你 你现在住在哪里 sorry 你不可以用我三个月前 给你那个soulbound token 那个我收回 因为地址和你身份 出生日期不同 地址是会变的 大家就可以推断了 其他所有我们之前的credential 亦每一个credential 就会变成一个 不同的soulbound token 放在这里 当然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子 都是在旧式互联网时代 有的平常的例子 就是出生日期 互联网地址 有了这个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 如何去储存我们的身份证明 你就可以想 新的一步是什么 新的一步是可以解决 我们之前所说的data 的问题 因为你再想一会 譬如说 除了地址 除了出生日期之外 有什么可以成为soulbound token 又或者有什么可以成为 我们的credential 就是第一 可能是我在淘宝买东西的 所有历史 都会变成一个soulbound token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知道 可能有广告商是专门想卖广告给一些 在淘宝这个平台 消费超过10万元的人 或者消费超过100万的人 又或者有人会喜欢 特别target 我要你在淘宝平台上 买傢俩买超过多少钱 这些资料 全部现在就可以由我要求 譬如淘宝发行soulbound token 给我 上面有个资料就是 譬如一些简单的认证 他说 是,这个人2021年 在淘宝消费超过10万元 是一个soulbound token 给我 有了这些token 变相将来 就可以解决你这个广告商 如何很容易地target人 就是说 每一次譬如说 我可以设定在我自己的银包 有一些自动的功能 就是说 我是开放给广告商赚钱的 所以我有一系列 譬如这三个soulbound token 内的资料 我愿意在未来12个月 开放给 譬如任何 给得起多少钱以上 用我的token 这些setting 你就会想到 未来就会有千千万万间 不同的新的公司 会开展出这些新的业务 来吸引我们大家有些win-win的situation 就是说 或者我们自己不想管理这么复杂的 广告买卖 资料买卖 但可能到时就说 我不要紧要 我赚了那一元 但我愿意分 毫半只给这家新公司 他帮我 manage 譬如我有五个token的资料 我会说 这些我可以的 我可以share给人 只要你有钱赚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去中心化身份认证这么有趣 就是不单止看得到 如何可以用它去解决 我们现有的web 2 互联网2.0 以及现有的一些 decentralized finance 在虚拟界中的一些问题之外 还可以看到 它这个解决方案 能够助长了未来更多更多 我们今天根本是想不到的不同生生意 所以为什么 尤为听众 最想问 那么多符号 那么多什么值得投资呢 那我就可以说 去中心化身份认证 这个范畴里面的发展 绝对是我未来这一年很有兴趣 也会花更多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的范畴 今个星期就和大家谈到这里为止 下个星期我们在 既安的未来世界再谈过 拜拜